还有滑蛋的 节目上大袋美食 艺人白彬彬主持功力深厚 拥有不少粉丝 日前却在个人脸书 遭到一名男子恐吓 男子连续留言洗版 不但内容低俗 甚至扬言要对白彬彬不利 让她心生畏惧决定报警 她那个字眼是不堪入目的 我们一家老小 都是老弱妇孺 她就躲在键盘的后面 我们不知道何方神圣 白彬彬表示 男子扬称自己是知名饭店员工 先是私讯脸书 不但骚扰恐吓后 又到文章下方留言 相同讯息扬言恐吓 白彬彬担心自身安危 才报警求助 新北市领口警方 巡线锁定一名成姓男子 上门逮人 警方调查 43岁的成姓男子 涉嫌恐吓白彬彬 是新北市五谷区的 毒品管制人口 原警在嫌犯家中 也搜出安非他命及吸食器 但男子到案后却公称 在脸书留言恐吓的 不是自己 将罪状全推给妻子 老公把责任就推给老婆 说她不知道 说我要XX你 这怎么会是女生的口吻 毒虫敢做不敢当 竟然还想嫁祸妻子 警方最后对男子说法 不予彩性 人以毒品及恐吓等罪嫌 将男子移送法办 记者李琴由涛台北采访报导 有三种版本的这个 水神的雾化器 这个比较大的 它是比较适合大瓶树的 那再来呢还有这一种款 这我们办公室很多 你还可以买这个小型的 放在你自己的桌上 哪里买呢 我们的快点购网站 上面就有了 记得输入优惠 马上就给你折扣